今天我们台湾天气还算是稳定 在昨天晚上有一道封面云气 略过我们台湾的北部 不过很快的 在今天上午就已经通过了 但是可以看到 目前在我们台湾北部的海面 一直到华南附近 还是有一些比较浅薄的云气 在这个地方 所以今天我们北部东北部 云量还是稍微比较偏多 中南部跟东南部的话 天气相对来说就稍微比较稳定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在风向的部分的话 今天也逐渐转成有点偏东南风 所以在过来几天 我们台湾都是受到东南风的影响 空气会比较温暖 感觉上会比较像这个夏季型的天气 那么在水气的部分的话 明天的白天水气 算是在逐渐减少 但是明天晚上可以看到 又一波水气 略过我们台湾一直到 礼拜六的这个上半天 所以可以看到 从礼拜五的晚上 到礼拜六的这个白天的时候 北部东北部 还是有一些短暂暂雨 甚至在我们的中南部山区 在礼拜六的下午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午后的雷震雨 那么接下来可以看到 下个礼拜一的时候 水气还会再往北台 一直到下个礼拜三 这个北边的这个比较不稳定带 有点像这个风门渔系 才会再逐渐往南边 影响到我们台湾这附近 所以大致上 未来一个礼拜都算是 比较夏季型的天气 只是说在我们台湾北部海面附近 有一些水气在这个地方 有点南北摆荡 但是跟我们台湾都算是 有一些距离所以天气 大致上可以算是比较稳定的 只是要稍微留意 有一些午后的雷震雨 那么接下来下个礼拜 也要稍微留意 到五月初的时候 可能南方的这个热带洋面上 有一些扰动生成的机会 但是因为时间还比较长 所以我们持续的来观察 就比较容易下雨的区域的话 可以看到最主要就是 在我们的这个北部东北部 另外的话就是 在我们的中南部山区 可能也会有一些 这个午后的雷震雨 尤其是在礼拜五的晚上 到礼拜六的白天的时候 水气相对来说是比较多 因为就是在我们的东半部地区 因为转程偏东风到东南风之后 我们东半部地区是银封面 所以东部也要留意 比较容易有一些局部零星的 短暂的震雨 来看一下未来四天的降雨的预测 礼拜五来说的话 我们的东北部东部 还有我们的这个中部山区 可能要稍微的留意下 可能局部地区 还有一些震雨 那么礼拜六到下个礼拜一呢 可以看到最主要就是 我们的这个东半部地区 有些局部零星的短暂的震雨 另外就是在山区 还是有一些午后热对流 发展起来的机会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温度方面的话呢 明天随着这个天气好转 那么也吹东南风到偏南风 所以温度也明显上升 北部的话可以看到 低温是22到23度 高温可以来到31到32度 是有点夏季型的天气了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中部的话呢 低温是大概23到25度左右 高温的话大概是31到33度 下个礼拜一开始有这个温度 还会再更加的温暖 南部的话呢 低温是大概25到27度 中午高温有31到32度 那么来看一下 在今天晚上 各地的天气的大多都是 以这个多余的天气为主 我们的这个东部台东 绿岛南语附近 降雨机率稍微比较偏高 中南部地区另外注意的是 空气平质 因为是吹这个偏东风到东南风 所以我们西半部 是在被风测 扩散条件稍微比较差一点 那么中南部的话 是有机会达到橘色的这个灯号 另外看一下明天白天的天气 各地都还是以多云道晴为主 东半部的话呢 雨量稍微比较偏多 有一些局部零星短暂正正雨 另外在北部 要稍微注意一下空气品质 因为转成偏东 东南风 这我们北部的话呢 算是一个这个被风处 虽然扩散条件 可能稍微比较差一些 要理由空气品质 是有机会达到橘色的灯号 所以几个重点提醒大家 明天的话是各地 几乎都是转型回温 各地的中午高温可以来到30度 北部的话 要稍微注意一下空气品质 那么明天晚上到礼拜六 水气稍微增加 在我们的这个中部与北地区 那么北部的话呢 还有山区 有一些局部零星的短暂正正雨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来看详细的天气数据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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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晚上到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也遇过以下状况吗? 除大太阳的好天气 准备看场期待已久的演唱会 表演还没开始 雨丝却开始飘下 甚至还变成汤陀大雨 其实您可以避免这种状况发生 客制化天气预报 拥有气象预报证照的专业分析师 小致一路段 一动房的预报范围 温度 湿度 风向 风速 都不缺的资讯 提前决定预备或是延期 减少损失 您也曾为阴晴不定的天气所困扰吗? 快来找我们 办活动的最佳选择 客制化天气预报